當時泳增河的水已經快上鐵路了 就大到內容成的 底下又飄著汽車的那些話上 就在整張了 害怕了 老人 婦女 孩子咱們先下 尤其有小朋友的 我老婆給我發了一個微信 就是現在走了嗎 我說沒 然後就微信號 她始終聯繫不上我的 肯定會著急 所以說我必須得出來 你們能賣點嗎 每邁出一步我都不知道前方有多深 我的念頭就是回家 趕緊回去 2023年7月31日上午9點09分 搭載976名乘客 32名乘務人員 由烏海西站開往北京豐台站的 K396次列車 在受大雨影響 滯留落坡嶺二十多個小時後 重新發動 整個車廂都在鼓掌 有點歡呼 車終於走了 我還跟著鼓掌我用車走 在車上二十小時後的那種系列 然後還沒等出站 洪水導致部分路段出現了嚴重的塌方 列車剛剛開出700米 就被迫再次停了下來 此時列車的幾間車廂 已經駛上了 永定河上方的鐵路橋面上 當時永定河的水已經快上鐵路了 就大到那種程度 特別是我們那幾間車 就在水裡的 洪水 底下有汽車有上飄的那些冰箱啊 飄的那些東西 看到那個場面已經有點緊張了 害怕了 我也算有點年輕人了 但是這種情況我第一次遇到 底下那個穿黃衣服的 那個修鐵路的 檢查鐵路的那些 哎呀把那車槍敲的打的 因為很危險 他們知道 他們檢修鐵路 底下那個敲的就不能開了一時 不能往前走了 落潑嶺三面環山 不遠處緊鄰封沙縣的永定河 裹挟著泥石流奔湧而下 落潑嶺水庫水位急速上漲 超過汛線標準 列車乘客隨時可能發生危險 五分鐘後 K396次列車再次退回落潑嶺 7月31日上午11點左右 列車延誤近26小時後 通信信號中斷 K396次列車與外界斷連 走到那兒的時候 我還給那個兄弟發了 我說你看看 我還給發了個照片 我說你看看 我在橋上 永裡霧露 下面是那個洪水 我說很壯觀 發完這個信息 過一會兒就沒信號 然後就失去聯繫好幾天 著急了 我家裡 早起9點多的時候 我老婆給我發了個微信 就是現在走了嗎 我說沒 然後就沒信號 然後你始終聯繫不上我 他肯定會著急 我琢磨的就是這個問題 誰也不知道 我說我在哪兒 然後你家人聯繫不上我 車走沒走啊 是不是平安呢 信號中斷後 原本情緒穩定的趙康 開始感到不安 他今年32歲 唐山人 幾天前他專程從唐山 前往呼和浩特參加音樂節 為了省下一晚的房費 他購買了7月29日 K396次列車的一張握鋪票 決定在參加完演唱會的當天 就啟程返回唐山 看完了最後一首歌還沒唱呢 我就跑出來 跑出來然後 預約的出自車 他在那個馬里邊等我 急趕慢趕我就趕上這趟車了 音樂節現場是沒有信號的 然後我是提前預約了師父 我還給他加了錢 我說你務必過來等我 你等一個小時給你一個小時的錢 就是為了趕這趟車 按照趙康的計劃 在車上睡一晚後 他應該在7月30日上午9點半 到達北京 之後駕車返回唐山 然而一覺醒來 他發現列車越開越慢 聽下坡的人說 說晚點三個小時 我是當時說晚點我就繼續睡 睡到下午 中午排隊買飯的時候 我就買了一盒喝飯 但是儲備的東西還有呢 什麼方便麵呢 這個就是活的茬啊 一些這個雞翅鴨翅什麼 當時還都有的 只是我沒買 我沒認為他會困兩三天 車廂乘客彼此並不熟識 趙康不願與人交談 為了節省體力 列車滯留期間 他索性躺在鋪尾上 除了給手機充電 他基本不下床 原以為延誤幾小時 列車就會正常行駛 但行至距離峰台站 不足70公里的落坡領站點時 列車徹底停了下來 12306這個APB上顯示的 這十二點四十一到北京峰台站 但到二十一點四十一的時候 APB上就顯示徹底到站了 很多人都在問 也不確定什麼時候走 就說前面有插方 現在正在積極地處理 這到現在也做不了了 這就是兩個小時 只能好幾次兩個小時就能走 這些人煩得煩躁得 人的情緒就是因為每個兩個小時 就會換兩個小時 他們也是一種可能 策略穩定這些顧客的情緒 起初車上乘客並沒有過多在意 但隨著時間推移 列車仍舊停在原地 沒有啟動的績效 7月30日12點5時 餐車餐食全部收清 飲食供應問題逐漸顯現 為了解決吃飯問題 列車長帶領五名乘務人員頂著暴雨 徒步為乘客去往附近社區搬運物資 但面對900多名乘客 實務仍舊供不應求 停車四小時後 車廂裡的氛圍開始緊張起來 人們的情緒都不讓退往 都要往前走 都想說一直是不遠了 離車站也不遠了 可能有 他們有的時候 一個小時四十分鐘 怎麼樣就到了 一直想走 一直想走 因為每個人都有事 跟那個列車長呀 列車上的乘務人員 都吵起來 煩躁得挺厲害 怨言也挺大的 晚上 這人們是因為吃的沒有吃的 搶吃的 要吃的要求 開車要往回到 要為有的就是要下車的 因為時間長了煩躁 那個空氣流通也不是太好 一直下 窗戶也不能開 煩夢都行 好像也有打了列車園呢 這山車裡的東西 吃的都讓他們給搶 有一些造謠的 那個車不是鐵路不讓走 是這個列車長乘武不讓走 但是一股東有的人就相信 不理解 這個眼線 在這兒沒有什麼 人家車站的 我們工作人員已經出去 給你買去了 早就給你買去了 咱們鐵路一直扁成的 就是人面之上生面之上 我剛才下去的時候 我特別有感觸 他放的兩處 我們走了七八百米 把這些東西給大家運回來 千萬不要擁擠 千萬不要擁擠 哪怕咱們吃不上 飯一會兒就好 好不好 飯也是一會兒免費給大家的 千萬不要擁擠 聽懂沒 聽沒聽懂 馬上房間店的時候 我走啊 我是一個女人 我也是一個別家的孩子 我就是因為穿了這身衣服 我得對得起大家 千萬不要擁擠 不要發生任何危險 聽懂沒 在場面即將失控之際 列車員趙陽的一席話 短暫地讓乘客安靜了下來 在慌亂的車廂裡 59歲的乘客孟俊齐 情緒尤為平靜 一個月前 他被診斷出罹患肾癌 剛剛做了肾臟切除手術 在鬼門關上走了一圈 他此次出行 是為了到北京覆查 為此他提前半個月 在網上掛了專家號 因列車延誤 他已錯過了覆查時間 因為身體原因 孟俊齐無力背著食物上車 也沒能買到列車上 最後的物資 滯留期間 他的飲食全靠陌生乘客的階級 比如送禮的吃的來北京 送親戚的吃的玉米呀 瓜果呀都風發的 都是他們拿到進京去以後 給親戚帶的土特產 後來這些東西都拿出來了 奧爾多斯的好像 拿著兩個瓜 一人切了那麼一塊兒 旁邊的給孩子也幹啥 給我也給我也給我瘋子吃的 得知孟俊齊剛剛做完手術行動不便 睡在她下鋪的女孩 還與她互換了床位 7月30日 滯留的雨夜裡人們惶恐不安 當晚 車廂裡還有三名乘客 因突發疾病 被落坡嶺的社區工作人員接走 送往了附近醫院 黑暗中 乘客們抱團取暖 彼此傾訴相互安慰 實際內心裡頭也是很慌 但是表現出來 我還是想逗逗旁邊的人 輕鬆一些他們心情 放鬆一下 我有個病友 他訂了那個 因為他著急 約了專家了 像我的 一看見不上這個專家 所以有限的 一個禮拜一次嘛 就打鬧 除了要見不上他 在這兒住 你住的話 這個小賓館可多 五百五六百塊錢 負擔不起 他不著急 還有訂了國際航班的 去飛歐洲的 那些金票都坐飛的 耽誤的 呼籲 摩扩 搜索 一陣子 一雙搜索 都荃鑽 一雙搜索 咬去 一雙搜索 陽椅子 永遠 十對 一雙搜索 龍椅子 五百五十七 全都是 所謂的 7月31日上午,封杀铁路部分损毁路段完成抢修,K396尝试开车,然而很快就因洪水,塌方再次退回落坡岭,伴随而来的还有信号中断与外界失联。 为了旅客的安全,铁路工作人员冒雨行至落坡岭与当地社区干部取得联系,要求紧急疏散车上乘客至落坡岭社区。 老人妇女,对对大爷,老人妇女孩子咱们先下,尤其有小朋友的,来来来,小朋友这边。 那会儿雨挺大,雨一直就没停过了,好多路都没死,没带雨伸,明治雨从那儿往过走挤着,人们都抢着,前面的年轻人体装都抢着。 往上走的时候,那个铁网开了个缝,没有全部打开,一个人一个人过。 人就慌了,都聚在一块儿了,都很慌了,这声音就比较多了。 这咋整啊,咋办呗,是下来了,下来去哪儿也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当时说的是有人接,但是已经接不了了,那路已经没了。 不是说这个路的某一段是塌了,而是整条路都塌了,禁都进不来。 那时候是比较,比较绝望的那种,那种,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位于门头沟区大台街道的落泼岭社区,常住居民不到400人,且大多都为留守老人。 暴雨发生后,落泼岭社区也同样陷入断网、断电、断路的困境。 乘客转移至落泼岭村后,社区党支部书记孟二梅和村民们开始四处协调食物。 孟俊奇也从老乡那里得到了一根黄瓜。 为了感谢车厢里与她换座的女孩,她忍着饥饿将黄瓜转送给了女孩。 终于把我这个行人给了了,我这女孩挺好的。 后来人家都在那儿躁动,她拿着把手机让看出来,我也找见了。 我说我给你一个黄瓜,她也没拒绝,因为她也没吃的,两天了没啥也没吃。 你们两个人一起再给两个人,是两个人吗? 我们是,我们刚刚有没有。 我们给包。 这时候拿着,我朋友是吧。 第一时间是拿出自己家的糖块,饼干,黄瓜,牛肉干,这些东西,让孩子们先拿,先吃。 到后来之后就是煮鸡蛋,一家有个十几个煮鸡蛋吧,也是孩子排队先吃。 然后再后来就是煮面条, 然后这些成年人能分一些面条,一人一半碗。 那后来就是一次性的水杯,用水杯盛这种鸡蛋汤,一人一杯。 因为当时已经饿着呢,你分一杯你肯定吃饱,但是都能分到。 每一个居民,每一个那社区的人,特别热心,特别积极的都是。 所有的家里的东西吃完,所有家里的水喝光了。 把所有每家每户的煤气烧光。 越来越感到鸿蛋了,越来越感到团结了。 越来越困难,越难了。 越来越感到团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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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空间优先提供给老人和孩子。 包括赵康在内的年轻人,则索性在走廊里落脚。 小孩啊,老人是在那个大厅里面,但是大厅里面特别闷热。 人多他就闷,他就热,然后特别潮。 所有的人进去之后就带着,脚上带着踩着水进去,里边也特别潮。 我进去就出来了。 那种状态不是那种自然的状态。 甚至有点哭爹喊娘的都有。 很无奈吧,尤其是那些,我吓铺那个大爷,他应该是60多岁。 他没有伞,浑身都焦透了。 就是在外边站着,很无奈。 我一定接个伞,我说你排个队。 他说不用,我不吃。 自从与外界断联,赵康一直焦急不安。 家里有他记挂的妻儿,孩子也才刚刚满周岁。 如果持续失联,赵康难以想象妻子会如何慌乱。 车上还有信号时,他曾在手机上缓存了附近的地图。 转移至落坡岭后,他开始四处打听水灾情况。 从村民口中得知,顺着老铁路往下走三公里,就有村庄。 他与同样召集的几位年轻乘客商议,决定自行走到下一个村庄。 8月1日早上5点半,在被困40个小时后,一个十几人的小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走一会儿,看见一个,得等他们嘛。 他们有的是一两个,或者是一个人在追我们。 他们也在赶我们。 因为我走的时候,他们也想追着我走,追着我走。 我没觉得有什么危险。 我的念头就是回家,赶紧回家。 如果他们知道我是安全的,肯定就不会太着急。 因为那老铁路没有防护,它这个泥石流的情况会比较严重。 沼泽的地方比较多。 就是你一脚下去,那鞋肯定是炫在里面。 然后再往外拔,再往外抠鞋。 抠完鞋就走几步就得冲冲脚。 因为那个鞋里面都是这个泥啊,石子啊什么。 碰见这个铁路踏方的悬空的地方,胆子大的是像我这样直接走。 胆子小的就是绕呗,上去绕。 绕下,从泥石流的上面绕。 那时候就比较危险。 那个山的落石,山特别高嘛。 因为那个铁路是把山,围着那个山破开之后, 它有那个悬崖式的那些东西。 那个地方我比较害怕,那个地方我就不说话了。 因为减少一次震动, 我就可能减少落石掉下来的这个盖子。 我就往前走。 走的话还回头看了他们, 他们走到哪儿,跟着进不进。 走的人都不了解。 甚至说句那啥的话,你不了解他们内心怎么想。 对吧。 你不了解这人,你发生困难之后,他会不会救你。 这就是人性的考虑。 你们被砸了,我肯定管。 我一晚就被你背出来。 如果我的话,你们会不会救我。 这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个主板。 但是我也在鼓励大家。 快走啊,马上就出村了。 步行出去,路况比想象中更差。 一行人走走停停。 一路经过沼泽、泥石流。 同行的伙伴还被马皇钉了腿。 三个小时后,在一个名叫色树坟的村庄里, 他们终于见到了人。 我第一个我上村里面看看。 因为你可能想好很多预案。 如果是十几个人一块跑到村子里面, 人们可能会恐。 我就想你们在这儿待着,我一个人去。 跟村民交涉一下。 谁知道就碰上好心的村民。 你一个陌生人,你到村子里面。 你去借钱找事的。 现在这社会说,谁能借给你的。 而且拿出来还不是说几十块钱。 他一拿就是三百块钱。 问我们几个人,我是十几个。 我今天算了算大概十二三个。 让你们这些人到家里吃饭。 他能这么相信你。 让你去了之后,一家的人出来照顾你。 给我们倒水,给我们做饭。 让我们冲脚冲手。 这种信任是对我的感触特别大。 接待他们的村民劝说一行人留在村里休息。 等通电通路了再继续前行。 同行的乘客有不少人选择留下。 但赵康最终还是选择继续前行。 那天晚上还有一个哥们儿比较坚定。 他跟我说了一句,他哥哥失踪了一回。 他爸就来北京找了。 他说我不能让我父亲岁数太大。 他说六七十,不能让我父亲再去。 得走。 我说你一个人走肯定不行。 他比如小的时候,我说我得跟你一块走。 一个人你要走,半路上出了事。 这真的是叫天天,叫天。 甚至你歪个腿,歪个脚,你都走不了。 如果你滑下去,冲下去,对吧。 这种情况都有可能。 一路行至协和键,手机终于有了信号。 拨通妻子电话的那一瞬间, 赵康一路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然后我就走路了,我精神一看恍惚了。 谁跟我说话我都不理。 他表现得很稳定。 但是我知道他心里肯定不稳定。 他已经找了很多人了。 找铁路的朋友,找媒体。 从微博上找,找联系方式,建群。 您在这儿往前走的时候, 他其实在家里边也做了很多努力。 我知道他肯定会这样做。 所以说我必须得说。 8月1日下午4点半, 历时9个小时, 穿过了十来个隧道, 赵康浑身是泥地走出了山区。 沿途他还遇到了前来救援的武警官兵, 并为其提供了路况信息。 脱险后,来不及休整, 赵康马不停蹄驾车出发, 返回唐山与妻儿见面。 此时,大部分乘客仍旧滞留落泼岭。 8月1日晚10点50分, 在列车滞留60个小时后, 500多名武警, 背着食品、药品、水, 步行赶到了落泼岭, 开始分批次救援被困旅客。 因身体原因, 孟俊奇留在了最后。 为了安全, 政府计划派一架直升机 前来救援部分无法行动的乘客。 飞机尚未降落, 其中一名滞留乘客情绪 却突然激动起来。 直升机载客量有限, 最多容纳8人。 但这名男子却坚持要一家四口 共同乘机转移。 很闹腾上了。 我刚开始, 我们几个人说, 这个男的咋真玩意。 那个小的很埋怨他爸爸了, 爸爸, 你不能跟警察说说, 咱们走别走了。 后来那个, 说四个人都别走了, 四个人都别走了, 都做好事, 要影响别人了。 哭了, 都哭了, 四个人都哭。 在旁人的安抚下, 男人渐渐平静下来。 交谈中, 孟俊奇得知, 她的大女儿今年八岁, 被确诊白血病。 小女儿五岁。 此次进京, 是为了让小女儿, 给姐姐做骨髓移植手术。 坐在那个马路边上, 跟她水啊, 都安抚了, 跟她说话。 她不说, 说不出话了, 说不出话了, 痛哭。 小孩随时要是有磕碰到, 随时出血的话, 随时有危险,随时。 她就说好像我走了, 她可能就活命了, 我留家可能要, 坐火车可能就没命了, 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要封开, 我没家时刻封开的话, 就永远见不着了。 那个事儿, 遇到自己身上, 好多人都冷漠的, 不理解。 当你自己情理, 遇到自己身上, 不能说感动, 我就理解了, 非常理解。 8月3日凌晨两点, 孟俊奇和这一家四口, 也顺利抵达北京丰台站。 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 105个小时后, K396次列车的976名乘客, 32名乘务人员, 全部顺利脱险。 在北京丰台站离别时, 孟俊奇曾想开口安慰 那位父亲, 但最终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他挤进轴折, 重新找医生为自己挂了号。 经历了这次险情, 他觉得自己的身上 似乎多了点力量。 作为第一批靠着自己 走出灾区的人, 赵康则颇为自豪。 他还在短视频平台上 发布了一条视频报了平安, 并收到了上百条 来自K396乘客家属的问询信息。 他耐心地一一回复。 他还联系上了那位借钱给他的村民, 还钱的同时, 他们约定了灾后再见一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